一層樓高伊斯蘭教封閣建築 是臺灣在澳門的國有財產 澳門國父紀念館 但未來管理恐怕相當困難 因為澳門政府要求新派任駐澳門辦事處 官員必須簽署一宗承諾書 我方拒簽因此無法派人赴任 最壞打算不排除直接撤管 或是循香港模式 如同臺灣駐香港辦事處一樣 只剩當地雇員協助運作 據瞭解我駐澳門辦事處 原本編制八名員工 但目前僅剩兩名公務員派駐澳門 另外有14名當地雇員 若未來撤管將影響臺澳正常交流 那由於國有財產澳門國父紀念館 是歷史古蹟不會被拆除 且粗估資產約一億四千萬新台幣 未來可能請當地雇員維持開館運作 陷入險境 兩岸的關係我們當然都希望能夠持續的 有開大門走大陸的一個情況 但是如果說最後演變成要被迫撤管的話 我想這也不是我們所樂見的 其實台澳貿易不多 一年僅一億美元左右 台澳主要交流在觀光和博弈產業 中斷或受阻對臺灣影響不大 但可能會衝擊澳門 就看澳門政府能否懸崖勒馬